欢迎回到师兄有约 今天第二段的十分访谈 我们要一起来探讨的是邻里噪音 是 可能一些人会碰到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到了晚上想休息的时候 耳边却传来了邻居之间 可能有人在唱卡拉OK 或甚至是装修 或是孩子们在玩闹的声音 像这样子的情况 对一些人来说 可能是一种相当严重的干扰 是的 邻里噪音社区咨询小组 最近就向政府提交了一系列的建议 当中就包括了延长安静时段 以及强制纠纷者进行调节等 是 那还有哪些方案 可以有效地化解这些噪音纠纷问题 而且在国外有哪些经验 是可以接见的呢 马上来欢迎今天的嘉宾 首先是邻里噪音社区咨询小组成员 梁振雄博士 以及盛港中公民咨询委员会 荣誉主席蓝国庆律师 两位好 欢迎你们 欢迎两位 大家好 你好 好 首先想请问一下梁博士 对于安静时段 每个人都有不扬的一些看法吗 那么小组最终建议把安静时段延长 并调整到晚上10点到早上8点的 这个主要考量有哪些呢 那么所咨询的民众 他们又给予了哪些方面的反馈呢 的确这个延长安静时间 引起了很多的这个争论了 那么不过我们在我们的调查当中 我们就发现过半的这个国人都呼吁 这个政府可以延长这个安静时间 那么当然每个人他们那个确实的时段也有一点差异 可能有些人希望早一点在8点半就开始9点或是9点半 不过在决定这个安静时间这个安静时间的时候啊 我们最主要的考量就是说这个社区的整体的这个需求 就是说可能尽管说有些人喜欢较长的这个安静时间 但是还有一些人他喜欢能够在晚间 他可能出去楼下跟其他的居民聚会啊互动啊 或者是做一些运动打球等等 所以这些都可能会造出一点点噪音了 那个也可能是不可以避免的 所以这经过我们小组的讨论 我们是觉得可能在晚间10点开始到早上8点 这个作为这个住宅区的安静时间 应该是最恰当的 而且这个也是调查中经常引用的那个时段 所以是希望说国人把这个安静时间当成是一个 是可以一个共识 就是大家是可以觉得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安定的回来家里 我们可以觉得可以放心松可以自由活动 是我们知道也有调查显示说 约有八成的受访者并没有办法接受在安静时段 有这些像卡拉OK这类的声音 那另外也有四分之三的人 他们说无法接受邻居在安静时段自行进行装修 还有移动家具等等 请问蓝律师作为圣港中公民咨询委员会的荣誉主席 您知道所收到的反馈大概包括哪一些呢 我们会发觉说很多的情况是可能它的噪音从这个宠物 我发出的噪音 然后就是麻将声 不然就是有时候很多人喜欢在过了十点之后 唱卡拉OK打牌 不然的话就是说在周末的时候 有些人就会说有家庭聚会 可是他的家庭聚会不是一两个人 那家庭聚会可能就有十多个人来一起聚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会发觉说它的噪音其实是挺大的 然后居民就会觉得说太吵了 太吵的话 有时候就因为他们会去找邻居去说调解一下 可是有些邻居就觉得很不高兴 所以会造成别的问题 就是可能吵架 邻履的复合 邻履纠纷这些东西 的确不容易 那么当然建议之一就包括了展开研究 为特定的噪音情况来设定分贝等级 但是每个人对于噪音有不同的容忍度吗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把分贝限制定在一个合适合理的范围呢 梁博士 的确噪音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一个看法 那么对于噪音它不只是它这个时间的长度 还有它的频率的因素 因为他们都会间接或直接造成这个对噪音的那个感受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达到一个共识 就是说这个分贝的那个范围是要怎么样去处理 不过尽管如此 很重要的是这个小组还是认为有一个客观的一个标准 来作为这个邻履的噪音这个底线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邻履小组我们还是目前在跟有关当局还有国人做进一步的讨论 看这个分贝这个客观的这个定位要在哪里来可以做得更好 请问梁博士 我们知道这次的小组建议当中好像有一些新的 而且呢是比较希望可以让居民自发的减少噪音的一些建议 能请你帮我们说明一下 而且也参考一下国外的一些建议呢 这个建议其实也不是说有什么特别 那么最主要是说大致上这国人可以肯定 就是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一些噪音 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接受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噪音是不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这次其实是一个邻履的一个社会契约 那么就是希望说以这个社会契约 邻履的社会契约 这国人就可以能够达成一个共识 可以塑造一个比较和谐的一个环境 那么在跟其他的国家有什么可以借鉴的 其实在一般上这个密度较高的这个城市 国际的城市 那么在晚间的一些活动 肯定会造成一些杂音 一些噪声 不过这个新加坡也不是很独特的 不过很重要的是可能在其他的国家 他们一般这个居民在城市里面 大城市的居民 他们都有一些就是一些共识 就是大家都可以了解 在某些情况不可以做某一些活动 在一些噪音可能什么情况可以接受 什么可能也可以不接受 就比方说日本 如果你是搭他里面的那个快铁的地铁的话 那么你是不可以在里面用你的手机的 所以这些东西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让国人去了解 那么他们了解之后 他们就可以均循我们的这个共识 那么这造成 这也可以帮助减低这个国人之间 在另一些摩擦 是 小组也提出处理噪音问题的首选方案 应该是跟邻居先沟通来解决 那么以处理过往的纠纷经验来看 相信也曾经用过这样子的一个方案 想问一下蓝律师目前取得的效果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有几个方案 第一就是先大家能够调解 邻居的话我们会找局委会来调解 可是要是调解不成功的话 我们会发觉说很多情况 我们就要去到这个调解中心 不然就是要去到国家法院的这个邻居 纠纷调解庭去解决这个问题 刚才博士提到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需要有一个客观的这个标准 因为我在处理过的案件里面 我们时常会发觉说 有些人觉得说噪音太吵 可是有些人觉得说 没有啊 这是OK的啊 所以你要是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的话 当你调解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说 有时候没办法拿捏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找一个折中的方案 我大概解释一个 我大概用一个例子吧 我之前有处理过就是一个邻里的问题 就是他是有小孩子嘛 小孩子晚上他就 可能就到九点多十点 他还在蹦蹦跳跳 楼下就觉得太吵 可是我们去调解的时候 我们认为说还OK啊 还能够接受啊 可是其中有一方就是认为说 不能够接受 所以到头来这个案件 最后还是到了国家法院 由法官来定夺 所以一个 我们讲的客观的标准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是 这些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你们 谢谢二位 今天的诗诚有约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